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 圆下巴 圆下巴的人性格比较宽厚 待人和善 易于相处 人缘是非常好的 下巴圆满的人开朗大方 乐于助人 是值得深交的朋友 下巴圆润的人还很有责任感 不过生活中有点粗心大意 丢三落四乃家常便饭 而圆下巴的人的命运 下巴圆润 结实丰满 其处事非常厚道 对待感情专一认真 婚姻孕佳 注重家庭生活的他们 很懂得珍惜彼此的感情 是陪伴终生的好伴侣 同时 下巴圆润的人财运也很好 生活幸福美满 少有操心的事情 易健康长寿 晚年运势也是令人十分羡慕 二 尖下巴 这类型的下巴长得很秀气 命主一般都很机灵 有才华 有个性 但是为人多疑 虽事业不错 但感情却不利 既三心二意容易变心 也容易受伤 婚姻上最好迟婚 以免早期不够成熟 引起婚变 配偶亦选择宽下巴的人 性格互补 利于相处 同时 因为尖下巴的人 缺少一定的福气 如果面相中 其他五官长得不好的话 晚年运将不好 所以年轻时便要提前预防 如果下巴不仅尖 而且还长 这类人会倾向于喜欢冒险 平时要注意适当节制 而下巴不仅尖锐 而且还歪斜的人 此类人一般心术不正 喜欢恩将仇报 与其交往就要特别小心了 三 方下巴 方下巴的人一般都很踏实 为人干脆 果断 有责任心 但脾气有点缺 且缺乏一定的浪漫情绪 尤其是下巴四方的女生 会有些缺少温柔 所以恋爱时找对象稍有麻烦 不过若遇到合适的 婚恋一般都能长久 在人际上 棱角过于分明之人 往往有些尖锐 会经常得罪人 所以虽然在事业上颇有冲劲 但因为同时又缺少恒心 遇错后自救能力不强 所以很难东山再起 四 宽下巴 首先 宽下巴的人 一般为人耿直 略微冲动 虽然执行能力很强 但欠缺一定的心计 容易被人利用 如果是宽下巴又很有肉的话 那么他们往往心地宽厚 为人良善 而且晚运会很好 是属于有福气的面向 其次 宽下巴人的性格 比原下巴人的性格 要格外强硬些 他们对任何事物 均会彻底加以研究 往往拥有 我佛慈悲式的伟大爱情 虽然具有嫉妒心 但也具有宽容的美德 不会由于激情而毁了自己 他们心中充满了仁意 也可能会有一所豪华的住宅 最后 宽下巴的人 是居于心地善良的大好人 喜欢研究任何事物 对人非常老实 在没事做的情况下 也不会觉得无聊 下巴风肥的人 晚年福寿 子孝孙贤 五 长下巴 长下巴的人 一般为人正直 有耐心 很能坚持 他们看重感情 为人仗义 很受别人的欢迎 他们不仅是常受有福之相 也是良好的结婚对象 但因为投入太多之雇 感情很脆弱 弱于背叛 受的伤害会很大 所以 选择婚恋对象时 已选择心态相对平和的另一半 六 双下巴 双下巴是个好的下巴 此种人一般是有福之人 晚年生活会比较安逸 年轻的时候 因为他们性格乐观 为人气量大 有耐心之故 人际关系会很好 凡事有贵人相助 所以 事业成功的几率很大 具体来看 女人双下巴面相 有双下巴的女人望夫 千万不要看她不顺眼 下巴长得圆圆满满的女孩子 不仅相处起来轻松愉悦 在生活中 善解人意 温柔大方 像书中有言 风汉重移 望夫新家 就是说下巴丰满 并且有着双下巴的相貌 就是有帮夫运的好相 是标准的闲内住 非常顾家 对全家人都相当的体贴 而且开朗大度 温和敦厚 男人双下巴面相 财运旺 这样的人拥有许多不动产 或者房地产 财运比较旺 物质生活非常富足 且不宜发生较大的变动 能积累可观的财富 除此之外 具有这种面向特征的人 常常具有很高的个人修养 七 肉下巴 这种下巴 跟上面所说的双下巴 有点相似 但区别之处 就是肉下巴 肉很多 很肥肉 但不一定会成双层 这类型的下巴很有福气 晚运很好 八 兜下巴 兜下巴 难面相之一 其为下巴圆润 且略微前翘者 此乃家运也 其人必运势亨通 流年风调雨顺也 兜下巴之人 知书达理 善解人意 其脾气温和 与人和善 故而常为人缘不俗也 此乃良家 又因其福气旺盛 才运亨通 此则敛财之道也 若有其成 则为大富大贵 必将想遍荣华 早日成就 此人生而兜下巴 面容娇好 此乃温婉贤良之相 若有贵人相助 则可成其事业 使得工作顺利 事业有成 早日升官发财也 其家人亦能受此庇护 常可享 荣华富贵 使得子孙茁壮 其人晚景丰盛 乐善好施 则家和万事兴也 九 蟹下巴 这种下巴虽也有肉 但却完全没有浮相 是一种比较差的下巴 这种人都会生一种 很严重的脑科疾病 或是性格冲动等 晚孕也较差 十 突出型下巴 这类型下巴的人 一般比较感性 爱好文艺 很懂浪漫 是属于比较有情调 且受异性欢迎的类型 下巴突出又弯的人 自我性强 对于自己喜爱的东西 就一定要得到手 十一 中间有窝的下巴 这种下巴就像酒窝一样 有往里凹进去的一个窝 只不过位置是长在下巴上 这种面相的人 一般多情善感 感情很丰富 生活多姿多彩 而且很有艺术气质 在感情上 因为自己付出过多支骨 总会太过在意别人的回报 容易因付出收获不均等 而受伤害 十二 下巴露骨 下巴骨头突出的人 意志坚强 特别能吃苦 但是如果腮骨都露出来了 这种人往往报复性很强 对待伤害自己的人 往往很能下手 十三 刀子下巴 这种下巴又长又窄又薄 像一把刀子一样 属于晚运不好的下巴 晚景会很寂寞凄凉 而且一生脾气容易暴躁 无法控制自己 十四 短下巴 这种也是不好的下巴 从侧面看几乎像没有的一样 这种人往往重感情 却任性 为人偏激 不懂事故 不够圆滑 也没有什么忍耐力 事业成功的几率不大 而且晚年大多估计 晚景凄凉 十五 歪下巴 所谓歪下巴 就是说下巴的左右两边不对称 一般说 这种下巴左右各看三十年 左看前三十年 右看后三十年 生的好坏 反映的就是运势的好坏 十六 下巴有痣 下巴的痣大多都是好痣 在此长智者一生不愁吃喝穿 事业有成 但情感上却又往往不顺 婚姻亦变 总而言之 下巴在面相学中 又被称作是地阁 它象征了财富和田宅 代表了一个人的晚年运势 以及个人能力和才华 可见 什么样的下巴 就代表着你有什么样的命运 其实面相与心有着关系 你心中呈现出的是什么样子 面相也就会变成什么样子 因此 要想有着好的运势 就要先从自己开始改变 这样 面相就会发生变化 感谢你的观看 愿你福生无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就这样